大家晚安 今天的天气状况跟前几天很类似 各地都是高温又炎热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西南风持续带来一些雪气 所以在迎封面的中南部地区 清晨的时候都有一些对流云溪发展起来 有一些迎封面的降雨 不过很快的在早上的时候 就逐渐的缓和下来了 那么北方现在也有一波封面云溪 稍稍的接近台湾一点点 虽然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台湾 但是也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大气条件 再加上明天开始 在台湾东方海面的太平洋高压 它的强度会少少的减弱 所以预计明天移进台湾的水气 会更多更明显 所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三礼拜四 全台各地上空的水气会明显的增加 午后阵雨的情况也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了 不过就算接下来这几天午后阵雨比较明显 各地的高温还是非常的炎热 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5度在36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也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 一整天都是比较炎热的感觉 只有中午过后刚下完午后阵雨这个时候 感觉比较凉爽一些些 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各地其实接下来这几天午后阵雨的状况 都会变得比较明显 特别是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还有大台北地区 午后阵雨的雨势恐怕都是蛮大蛮急的 特别是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一直到这个礼拜五 都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展起来的 礼拜六礼拜天午后阵雨的情况 才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不仅仅是在中南部地区 沿海清晨的时候 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各地中午过后午后阵雨的情况 在接下来这几天也会逐渐的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 外出都要记得期待雨季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都会有下期一些午后阵雨的机会 那么在中南部沿海地区清晨的时候 也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起来的机会的 所以提醒大家 从明天开始 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减弱 同时水气增加 所以午后阵雨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 但是最近还是相当高温门热的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开始外出要记得期待雨季 但是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就算有一些午后阵雨发展起来 但是在上半天的时候 气温还是相当的炎热 外出海峡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么相信大家也很关心 最近已经逐渐进入7月了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些台风发展起来呢 现在看起来 整个大气条件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最近这个星期 还是没有台风发展起来的机会 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最近这段时间 还是以高温炎热 午后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了 好